我是俊子 從小在貴州長大 茄子 青椒 西紅柿 是夏天時令食材 所以我用它們做一道燒焦茄子 先炭烤再涼拌 味道焦香軟滑 酸爽鮮辣 炭烤時首先要燒熱炭火 等燙火變紅 達到最佳火後時放置烤網 將茄子整個放在燙火上 烤至變軟 糊皮 接著烤西紅柿 青椒和紅皮蒜頭 直到外皮稍微焦糊起皺就好了 趁還沒涼透的時候 快速撕去茄子 青椒和西紅柿的糊皮 剝開蒜瓣 接下來將茄子和青椒撕成細條 擺碎西紅柿 再放上蒜瓣 將炒熟的去皮花生稍稍搗碎 在蔬菜中撒少許鹽 再淋生抽 陳醋 香油 拌勻後 裝盤 最後撒上花生稅點綴 這道菜就完成了 在貴州 燒是一種很常見的烹飪方式 其實燒就是碳烤 碳烤出來的食物會給人一種很澆香 我們一般會選用果木的碳 因為果木碳它煙會小一些 然後味道會比較香烤出來 盡量不要選太嫩的太細的茄子 等它烤軟了以後它還會有肉 然後汁也會比較多 那麼西紅柿一定要選熟透的 這樣它的汁水就比較充分 碳一定要均勻燃燒 這樣的話你在後面烤的時候 就可以讓食材也能比較均勻地去受熱 碳火發紅了以後就可以烤了 碳烤的過程當中 三樣食材都要不停地翻動 主要是為了讓它受熱均勻 我們要的其實就是這個焦香味 但是不能讓它糊掉